请听周玉寇呛经文 都已经展开了空中的战火 朱立伦说要全民调 那这个吴吞义呢 他非常非常非常的机灵 而且他的嘴巴上面 对于相关事情的回应 仍然十分的尖锐 他回应说 当时换柱 也不是用全民调吗 这个说法把朱立伦打在地上 朱立伦只好回说 我应该跟祝祝姐道歉 这件事情对于朱立伦来讲 恐怕是他未来 要怎么样面对一个强势的吴敦义 所必须不能回避的 而吴敦义的这个职权 这个一级下去 当然也代表了吴敦义的决心 第二呢 就是王金平到底怎么想 王金平他在 他的总统的选举当中 对两岸关系 他提出了一个政治协商 这样的一个主张 在周末的时候呢 他也说他会思考一下 然后对九二共识 等于一国两制 然后我们不能够接受 一个中国一国两制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一个新的说法 他承诺将要提出新的说法 第三 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 就是一国两制 这是习近平四十周年的 告全台同胞书里面 所做的一个最核心的诠释 但是国民党跟蓝英的媒体 现在试图在消毒当中 这种消毒是自我毁灭 还是自我开创一个另外求生存的方法 这是毒药还是解药 我们恐怕还是必须来继续的观察 同时呢 九二共识等于一国两制的情况之下 蔡英文强势 希望大家不要再讲九二共识 但是当然国民党方面 特别是马英九提出了相对的批判 但是马英九十年之内 把九二共识变成一国两制 那么一国两制会在几年之内 变成中国台湾 这个恐怕也是我们大家可以思索的一个议题 一国两制 其实当年呢 反对最甚 而且态度最坚决的是蒋经国 蒋经国先生在1982年1984年都表达了他强烈的立场 也因此蒋万安说他不接受九二共识 一国两制得到的几乎可以说是正反两面的评价 但是有很多人恐怕忘记了他的副主 所代表的态度是什么 蒋万安的这一番谈话 会不会勾起大家对蒋经国先生 针对一国两制所做的坚决的反对 不接受批判有一个历史上的检讨 这一点也恐怕值得大家来注意 好在民进党部分呢 我们看到了 朱镕泰先生 他已经当选了党主席 投票率18% 其实他们的补选大概通常都是20%左右 不过可以看到的是朱镕泰 得到的是72.6%的得票率 看起来他是压制性的打败了有陈水扁一边一国 或者是反应派所支持的游英龙 他今天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跟馆长直播 有的人说不太必要 有的人说他走出了同门层 到底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企图 他所代表的这个党主席 是不是一个弱势的党主席 他所面对的是总统的选举 立委的选举 立委的补选 而且还有民进党跟柯文哲的关系 民进党里面有很多人替柯文哲助选 到底要不要党籍处分 当然在政府部分可以确定的是 赖清德已经非辞职不可 因为陈菊这位总统府秘书长 所做的评论代表了一个非常坚决的声音 他说理智上他希望他离开 可是情感上他尊重他的选择 他应该说情感上他希望他能够留下来 但是理智上他尊重他的选择 好赖清德离去 我们以前早就说过了 而且早就报道过的 苏贞昌跟陈其迈的结合 将会是一个新的不同的这个气象吗 这一点恐怕可以来观察 不过苏贞昌有库里之称 这位库里会怎么样严谨带动 现在有点松散的那个 苏贞昌跟蔡英文如何相处 不管外界怎么样的这个描述 当然都要十五简真章 好最后所看到的周末的这个新闻的结论 那就是呢 政府的税收抽收要回馈给三万块以下资金的人士 那每一个人可能可以得到一万块 可是如果你领三万一千块的怎么办呢 这当年消费券有 当年消费券是全民一致使用啊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究竟是去这个鼓励鲁蛇呢 还是这个照顾优势 这个的这个之外的弱势的族群 这一点恐怕很多人会讨论 但是不管怎样 民进党跟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时代力量跟亲民党立委 大概都不敢反对立法院的这样的提案 因为分钱给这个弱势的民众这一点 选民们是会支持的 而三万块以上的人 尤其是三万块到三万一千块 三万一千块到三万五千块的人 可能会哀嚎一下 但是这个方式怎么解决呢 我觉得老板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呀 好这个是今天呢 我们看到周末的一些重要的议题 那这个蔡英文总统 他借着习近平的告同胞书 提出了相对的批判 昨天他也在脸书上写出 走出头文城台湾声量要大 他是怎么样说的 我们等一会儿来看看 蔡时平先生怎么样做评论 评讯性二论的主讲人 等一下立刻来到节目现场咯